本欄目由亚唐家具电商特约播出 台湾八位民意代表周三登上太平岛 向外界宣示互导决心 不过蔡英文昨天召开上任以来的 首次安全高层会议 针对所谓南海仲裁 提出以所谓多边机制来解决南海问题 同时将太平岛打造为运捕基地 这使得外界质疑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 仍向美国靠拢 而太平岛未来甚至有可能成为 美军的军事基地 八名台湾民代 包括国民党籍江启臣 黄昭顺 徐志荣 吕玉玲 及民进党籍 陈廷飞 王定宇 蔡世应 罗志正 台当局防务部门 则派负责联络的公共事务处长 郑桂明陪同 是历次台军方陪同层级最低一次 考察团周三上午 由台空军屏东基地 搭乘C130运书机 抵达太平岛后 在听完指挥部简报 就参观了岛上的火炮操作战备演练 并巡查全岛 包括参观太阳能设备 通信卫星 以及海军西枪站等设施 午餐后当天返回平通机场 发起此次活动的 国民党籍民代将其陈称 目的就是要宣示护岛决心 及慰劳岛上人员 我觉得他们这次去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蔡英文政府是软弱了 是非常的无能了 是非常的胆怯了 是完全在讨好美国人跟日本人 在出发前 国民党方面还召开记者会 呼吁向南海增派军舰 重新部署陆战队 并划定专属经济区范围 台防务部门负责人冯士宽 原本准备一同登岛 但后来表示暂时不去 就有声音质疑 冯士宽临时不去 是受到蔡当局高层的压力 为什么他现在不去 冯士宽现在是被蔡英文留校查看的 蔡英文让他往东 他就不敢往西 蔡英文如果让他登岛 他敢不登吗 所以今天冯士宽不去 当然就是现在蔡政府 他们的一个决定 而且我觉得最悲哀的是 还有我们的渔民自己要去 自己的渔场 自己去护渔 到底我们现在是一个 什么样的政府 要让人民自己来护渔呢 不过台湾南部渔民 这一护渔行动 也受到台当局暗中施压 周三上午 二十多位台渔民 驾驶五艘渔船 从屏东东港出发 航向南沙太平岛 活动发言人罗强飞表示 渔民计划抵达后 登上太平岛取水 向国际社会证明太平岛有淡水 绝对是适合人类居住的岛屿 他指出 原预计派出十艘船出海 但却屡遭台当局阻拦 最后仅剩五艘船出海 民进党政府就是要全力打压这个行动 希望我们大家最好大事 画小事 小事便无事 乖乖的 就接受美国人 接受日本人的 对我们命运的安排 所以这些渔民 以前选举投票 投最多就投给民进党政府 我想他们现在是很后悔 台民代王玉敏透露 渔民自己花钱 花时间要登岛维权 台当局竟威胁吊销执照 他还提到 马当局当年派了借户船与舰艇 支持渔民维权 而蔡当局只派一艘舰艇 而且是例行性巡防 怕美国也怕日本 非常软弱无能 又怕事 今天严格讲起来 南海问题是两个边 美日一边 中国大陆一边 他选的是美日 所以他基本上对任何登岛 宣示主权 或者宣示八九段线十一段线 他都没有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 蔡英文昨天召开上任以来的 首次安全高层会议 针对所谓南海仲裁 及南海争议 蔡英文提出了四原则五座位 四原则其中主张将台湾 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被认为与大陆寻求的双边协商机制 实际处于两个方向 是有意迎合美国 同时也将成为未来两岸 在南海合作的一个障碍 蔡英文这个等于是替美国人做马前卒 来把美国拉进来 那实际上因为你把美国拉进来的话 中国大陆不跟你谈这个了 所以这个冲突的问题不可能解决 基本上四原则 什么五座法什么东西 那都是控化 就说来给人家听听 这赋言了事了 中国试科院亚太院副研究员贾都强 则向深圳卫视指出 台湾要求加入所谓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有台独之显 这是台湾谋求在未来的南海争端解决过程中 以所谓主权实体的地位走上国际政治舞台 而且在四原则中 蔡英文并没有提起十一段线或九段线 是等于放弃了国民党长期主张的历史性权利 而且刻意与中国大陆的主张拉开距离 总体来看 蔡英文提出的这个四项原则 反映他一贯的立场 就是说台湾民进党当局主政下的这个 靠美清日 而且排斥未来在南海争端方面 和中国大陆任何可能的合作行动 在五座维方面 蔡英文还提出要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 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步基地 这也引发外界质疑 蔡英文未来是否真有可能将太平岛租借给美军 此前由岛内学者曾预测 仲裁结果出炉后 台当局将趁势向美军开放太平岛 实际上由岛内媒体透露 当年陈水扁当局在太平岛新建机场 很大原因与2001年4月 中美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碰撞事件有关 因为附近海域没有核实机场受伤的美军EP3电子侦察机 必须降落到海南岛 结果美方在此事上后谈判中一直居于烈士 因此美方积极游说台湾 兴建太平岛机场 以应对今后的不实秩序 而当时台防务部门就是声称 基于岛屿永续经营及人道救援考虑 兴建太平岛机场 并将太平岛的中央道路拓宽加厚 平时作为人车主要交通赶道 紧急使公武飞机起降 在2014年台湾又进行跑道强化工厂 包括增设机场跑道助航灯光 跑道曹凤更新 增设储加油设施 及跑道路面排水等设施 作为南沙群岛中面积最大的岛屿 太平岛的战略地位一直备受关注 上世纪50年代 当时印尼总统苏加诺采取亲俄容共的政策 苏门达拉主军割据判断成立革命政府 蒋介石在美国的受益之下 在1958年5月24号的军事会议上指示制定计划 利用太平岛援助印尼叛军 当时太平岛成为台湾空军临时陆上基地 充当紧急着陆与中途加油之用 除此之外不具备其他用途 有观察之处 由于太平岛接近于南海中央位置 如果打造成海军临时基地 更具实战价值 目前太平岛新舰码头完工后 已经可搏 数艘3000吨护卫舰 从一开始美军就把太平岛作为一个可以在南海方向进行应急使用的据点 形象来说 如果有需要的话 B可以作为海空集结的一个起降点 第二是作为一个持久存在的侦察据点 第三那就是作为美国向南海地区伸张影响的一个棋子 台湾地区当局极度的献媚 其实未必得到美国的芳心 要知道美国如果说利用南海问题又牵涉到台海问题 华盛顿方面会非常的慎重 相关话题来连线前台北市议员王浩 王先生您好 那台湾的八位明代周三登上太平岛显示护导决心 不过台当局则降低姿态 那根据您的观察 蔡英文对太平岛实际持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包含民进党以及民党的政府对于太平岛的处理问题上 就像古时候三国里头所说的荆州一样 实之无畏弃之可惜 因为如果说他今天想要放弃太平岛 他也必须面对相当大的舆论的压力 因为这毕竟来讲起来 在过去将近六七十年来 这块土地仍然是属于台湾所拥有 同时保持它的安全的 如果在他手上把它放弃掉了的话 他对这些过去这些历史没办法交代 但是民进党执政跟民进党的政府 对这个太平岛的问题来讲起来 他却没有自己的主张 一直是看看美国的脸色在行事 而美国在这件事情来讲起来 从仲裁案确定之前 以及仲裁案确定之后 他心中所放的所有的标的 根本没有把台湾放在这所有的考量的范围之内 他就想到他自己的利益 以及他的马前卒菲律宾 在这个区域能够替他争取到的利益 所以这件事情来讲起来 蔡英文整体状况来讲起来 放弃太平岛短期之内是不可能 但是对处理太平岛来讲起来 他会出现一个进退失据的状况 蔡英文周二提出四原则五 作为其中提出台湾应纳入所谓多边争端解决机制 那这种说法有别于大陆 是否与美国的主张更为相似呢 其实蔡英文针对了南海问题 以及太平岛的问题来讲起来 他所采取的态度就是迂回跟闪躲 问题最重要的关键点是 他不想直接面对中国大陆的这个问题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不认为两岸之间 必须针对太平岛的事情有所接触 甚至于谈判 因为目前整体来讲起来 太平岛是由我们所占领跟保有 但是如果为了解决所谓的南海争端 透过太平岛来建计两岸之间的联系的管道 甚至于站在同一个阵线来处理 是他所不应乐见的 原因是因为他从他竞选期间到美国去 以及他当选之后他就任了 实际上来讲起来 大概从他的所有的作为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抱着美国的大队 那这件事情来讲起来 是唯美国马首是瞻 美国所谓要希望能够拉入多边来进入谈判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 只要能够沾到了边上的 他都希望能够纳入了多边谈判 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插他的力量进入这块海域 同时透过了这些周边介入 能够把他的势力广泛地包围起来 跟中国大陆对抗 而台湾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 没有选择一个历史 甚至于传统的角度来看待 而选择了加入了新的进入这块局势当中 捣乱了美国来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从蔡英文的最新表态来看 两岸在南海联手的可能性是不是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基本上我相信蔡英文所领导的民进党政府 以及他所背后支持他的政党民进党 在这件事情上是不可能出现 只要民进党选择跟中国大陆在同一边 他就自己会认为他跟国民党没有什么两样 我们退一步来看 在过去的这四五年之间 中国大陆跟日本针对了所谓钓鱼台 或者是钓鱼岛进行争议的时候 台湾当时是由马英九在执政 马英九执政的政府对于钓鱼岛的主张 事实上是跟中国大陆主张是一致 这是属于中国人的领土 不容日本人在这里智慧 但是目前状况来讲起来 这样子的情形在民进党 以及民进党所领导的蔡英文的政府状况之下 是不可能会出现 而这样子的情形 在没有九二共识的先提之下 我觉得在未来 不要说是三五年了 可能短时间之内根本不可能 特别像这样子高度明朗的国际 甚至于两岸之间的重要的政治意义上来讲起来 我认为民进党政府根本不会配合大陆 好的 谢谢王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 分享您的观点